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螺線運動的一個標準題 好 這是民國九十年年考題 他說一個代電指點從原點射入到一個平行X軸的均勻磁場中 那入射方向在XY平面上 而且跟X軸夾角是θ 那指點的軌跡是一個螺旋線 那如果θ是60度 則螺旋線它的半徑R跟螺距D 它的比值R除以D到底多少 各位這個題目不是考你說有兩個例子 那要算你說這個算這個螺距的比 或是半徑的比G比G不是 它是只有一個例子 那自己怎麼樣 自己的半徑跟自己的螺距 它的比值到底是多少 好 各位那怎麼推呢 那我們前面有推導過這個螺距 跟它的半徑 其實很簡單 如果現在它的速度跟磁場有一個夾角 其實它是又有平行磁場的分量 也有垂直磁場的分量 那垂直磁場的分量 讓它做這個圓軸運動 平行磁場的分量 讓它做怎麼樣 讓它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好了 各位 那其實這個怎麼樣 這個半徑我們可以直接寫 例如我們前面推導的結果 叫MV除以QV 那這個V要換成是垂直磁場的分量 因為垂直磁場的分量 它才會做怎麼樣 它才會做圓軸運動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 公式裡面的夾角都是向量的夾角 所以現在是速度跟磁場的夾角是θ 所以現在跟磁場垂直的叫做Vsinθ 所以這裡把這個垂直的分量改成叫Vsinθ 這是它現在怎麼樣 現在的半徑 那邏矩的話就要看平行磁場分量的運動 那平行磁場分量的運動 它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距離就用速度乘以時間 好 平行磁場的分量叫VcosC 繞一圈的時間 我們前面有推導過 叫2πM3QV 那這一題要算怎麼樣 要算半徑跟邏矩的比 那簡單說就是兩式相處 各位 這個半徑跟邏矩的比就是兩式相處 那兩式相處你會發現很多東西會消掉 各位 這個V消掉 這個M消掉 QB也消掉 所以消到最後呢 如果用這個式子除以這個式子 那cosθ分成sinθ 這個叫tengenθ 這個消掉以後只剩下多少 只剩下2π 所以答案會變成是2π分之tengenθ 那以這一題的數據來說的話 θ題目告訴你說是60度 所以把它代言去 答案就是2π分之tengen60度 就是2π分之更號3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了 好 所以答案呢我們選怎麼樣 選2π分之更號3 那答案選怎麼樣 答案選A 所以這個題目呢算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問題 考你邏矩跟怎麼樣 邏矩跟半徑的比 那最後只是要怎麼樣 只是要算說A 這個半徑跟邏矩的比值呢 到底有多少 那當然小朋友呢 算到最後就要問一個很傷感情的問題啦 老師公事要不要背呢 我想很多人小朋友呢 這個在學屋裡到最後好像都只會背公事一樣 那如果你把這個公事背起來了 好也許你算這個題目是比較快 可是過去聯考也就考過這麼一題啊 你為了背這個公事呢 為了解這個題目背這個公事 這投資報酬率未免也太低了吧 我想這個不需要怎麼樣 不需要把這個事實背起來 你重點是你能不能做怎麼樣 能不能做速度的分析 你能不能推出它的半徑 你能不能推出它的邏矩 那我想我教你記的一些結果 是應用比較廣的一些東西 像如果你此次 這個為了解這個題目而背這個公事 我想這個學物理的這個大可不必了 所以我想這個基本的推導 各位還是要會 所以等一下再講以上呢 讓你自己呢這個練習一次 那如果聽不懂的部分呢 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